最近啊 很多粉丝给我发私信 说看红尘演剧本已经看不下去了 而且红尘播放量贼高 去他评论区留言呢 还会被骂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事吧 首先呢 大家都没有看懂啊 红尘的播放量高并不是单单因为他演剧本 而是因为他发的都是短视频 我们可以发现 当他之前发四分钟的游戏视频的时候 播放量都只有一两万而已 而当他开始真人出镜演剧本之后 平均每个视频播放量都在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主播都不知道的事儿 你的视频播放量取决于你的播放完成度 当你发了一个视频 平台会推送给第一波观看者 如果他们全部看完的话 那完成率就是100% 那第二波推送的时候 平台就会推送给更多的人 以此循环最后就造成了播放量特别高 如果第一波推送观看完成率低 粉丝看两眼就退出来的话 那第二波直接就不给你推送了 这就是做视频的秘密 那么很明显 红尘拍这种几十秒的短视频 肯定很容易看完咯 所以播放完成率永远都是很高 最后就造成了推荐很高 播放量很高 还有就是普通的游戏解说好像已经过时了 包括什么挑战视频都是很虚的 比如挑战用手雷吃鸡 其实根本不是全程用手雷 而是最后的时刻用手雷终结 时间久了 粉丝们就不喜欢看了 因为人们总是喜欢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嘛 所以红尘可能是正在转型 准备真人露脸回头直播打pk什么的吧 总而言之啊 关于演剧本这里主播 我觉得可以演 但是最好通过段子传递给大家一些道理 而不是拍一些很低俗没营养 或者侮辱粉丝智商的东西 红尘拍的段子说实话 我没看过 因为我一点进去啊 就有点尴尬的想退出来 可能不适合我这种幼儿园毕业的人看吧 不知道你们觉得红尘的段子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